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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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因為一開始喜歡就是在山路奔馳 然後後來是英圓集會下 有看到一個比賽的機會 然後就是參與看看 然後參與了第一次之後就蠻順利的 一直有贊助廠商支持一直到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大部分會參加賽車的這些朋友 大部分都是先從山路開始 就是跑一跑山路之後發現 開車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就會開始去參加 比方說拉力賽啊 或是像草地賽這樣子 是他想要認識我 教人家介紹的嗎 以前不是有騎摩交友嗎 我那時候看到一個女生 然後開發系車又有防滾龍賽車椅 我那時候 我一定要認識一下 結果就留言給他 然後非常有印象 就是他回給我是很敷衍的那種 喔喔喔好事這樣子 不是因為他流... 我記得那時候流的那個留言是什麼 你好我是開什麼K6之類的 然後想說 然後呢 就這是一個 我要有怎麼樣能夠 流出一個相當有成績的感覺 就是敷衍的 好說難說你寫個情書給人家吧 沒有沒有沒有 第一個才剛想認識 我開什麼喜美K6可以交流 之類的 對他就寫那種可以交流 後來就失聯了一段時間 然後是又剛好我在看雜誌的時候 看到我的國中同學 在雜誌社裡面 然後好像也跟他是同事 我就打電話去問 欸同學好久不見了 我比較害羞內向 才怪都不知道他偷偷打電話給我同事 對啊 是他就打給我同事 然後叫我同事介紹我們認識 第一次出去的時候 是我載他 然後去跑陽晶 平等禮 喔平等禮 第一次 怎麼這麼特別耶 第一次約會 因為那時候 也不算約會就剛碰面 那想說是以車會友嗎 喔 那時候其實 就第一次跟他出去 對他印象是真的很好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比方說約在某一個 約在我家外面那個路口 然後結果我手機就忘了 就放在 就手機就放在車上 然後我人就回到家裡 然後回到家裡 那時候都還會開電腦 然後我就開電腦 就想奇怪這個人 說要到了也要打來 怎麼 而且我那時候電腦一聊 就聊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想說 我才突然想說 欸奇怪了 手機怎麼都沒有響 他怎麼可能到現在還沒來 然後我才想想 約了我的手機放在車子裡 然後我就趕快拿下 趕快跑下去看 那時候已經離我們約 大概的時間 已經過一個多小時了 然後沒想到 我就看到有未接來電 然後趕快回電話給他們 他還在那邊等 然後想一般 對一般的男生應該就是 一個多小時 然後人家跟你約了 然後一個多小時都沒有回電 也都沒有任何消息 那應該就會很生氣就跑掉 他其實還沒有 我就在那邊等 然後就覺得這個男生好像 還蠻好騙的不是 所以後來我知道 為什麼我女兒也是 跟媽媽一樣 龍宮 常常東西走到哪都丟到哪 欸奇怪 當年你可不是這麼講 就沒關係 沒有關係啊 反正我沒事 你看你看男生多會變 不好玩 第一次就 第一次是我載他啦 第一次是我載他 對啊 因為我以前讓人家載很容易會怕 沒辦法自己這樣 他以前是那種 讓人家載就會吐的體質 很嚴重 對 所以第一次被他笑啊 所以第一次被他笑啊 那時候就是我們去跑 平等里跑完就跑陽晶 然後結果陽晶那時候起大霧 起大霧就都看不到路 那其實我就 其實看不到路我就也沒有 也沒有開快什麼 但是我就想說 我一直有在跟他講話 然後想奇怪他怎麼都沒有聲音 我想他是睡著的 結果一看到他 那個路燈剛好打下來 就看到他臉是發白的 然後就是 完全就是 一直眼睛睜很大 好像很害怕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這男生人雖然好 但是實在是太弱了 不行不行 不要已經到這個 只能忍 隔天而已他就復仇 他就打電話說 我車啊 剛裝好避震器 要不要去試 可以陪我去試一下 避震器嗎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這男人能試出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這麼弱 他能試出一個什麼 好啦 我就去幫他看看這樣子 然後後來 他就帶我去五指山 然後我就坐旁邊 然後要開之前他還說 安全帶要綁緊喔 你準備好了嗎 然後講一對我就想 這很囉嗦 你要開就趕快開 然後他說好啊 那我要開始囉 然後就 就突然 拆了開就是 真的超級快 然後我就被他嚇到 我就說 他大概開幾個彎而已 我就說 好了好了 我覺得你這避震器很棒 可以了可以了 不要再試了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其實是 就是我其實前天是在 翻門弄斧 在觀光面前耍大刀那種感覺 最記得是我們第一次比國際賽事 就是在保加利亞 我們第一次出國比國際的正式賽 那因為哪裡需要正副架兩個人去做搭配 我們要報路 我們光在做路書的時候 就會常常會有一些 我時間上 因為他說我每個時間點都要到哪裡報到 會比較急 然後又要跟他說做路書 會看兩次路 第一次我會跟他講 前面的彎是幾號幾號 左右轉 第二次會他報給我 那也因為這樣子 時間一上又很緊 又壓力很大 所以那時候我們晚上就會吵架 做路書的當下就吵架了 然後等到晚上 反正就是那時候我們去國外比賽 然後比賽前兩天就是做路書 我們光在做路書 還沒開始比賽就吵架了 他就吵說 老闆不要比了啊 不要比了啊這樣子 因為那承受的壓力非常大 對 因為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台灣比的 比賽的規模都比較小 然後所以那個做路書什麼 其實都很輕鬆 就是你一定有時間做得完 可是去國外就是 那時候去跑那個歐洲的 拉利錦標賽 然後就是 他那個時間真的太緊迫了 然後兩個人壓力都很大 所以就是 真的差點要打起來 以前我在台灣拿到賽好的成績 每次比賽回去 都是拿 不是完賽就是 就是拿低 就是一定都是拿獎盃回家 然後家人都會認為 在台灣比這個沒用 車子都只是花錢燒錢而已 都沒有出入這樣子 那因為這一次的國際賽事 我們第一個在試車的時候 我們兩個又翻車了 還沒比就翻車了 先吵架然後再翻車 所以我想不會吧 花了那麼多時間找贊助 抽到金錢 然後大家這麼支持 我們來到這裡 結果翻車就沒了 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所以然後整路過來的時候 我們最終完善了 又拿到第二名 很開心 但是在當下的時候 那心情是很開心的 很多人一直傳訊息給我 後來 我姐姐就打電話給我 說我父親住院 父親在我出國這段時間 父親在我出國這段時間 他剛好就好像中風 然後他為了不影響我們 所以就 對等我們比完再跟我們講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心情是 本來是很開心很開心 因為那壓力終於釋放了 然後忽然 又聽到這個消息 眼鏈馬上流下來 還在飯店門口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進到醫院那個病房 我真的 那因為我到現在非常記得 就是我爸爸就是半生 他已經不太能動 然後有 他看到我 就手為橫 微弱的這樣舉起來比讚 就得到他的認同這樣子 所以就非常的感動這樣子 就休息了一陣子 直到那一天晚上 就十五號 因為現在十七號 十五號晚上 就忽然打電話給他的兄弟 又跟他講抱歉 這段時間他生病 結果當天晚上他就走了 出國去看到 國外的賽車環境之後 他覺得說台灣 其實車手能力也是不錯 只是大家沒有這個環境 沒有政府 沒有企業的支持 然後 大家其實都因為 我們的天然環境真的很棒 很多山 大家的基礎都很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們在國外 比如說有賽事的經驗 跟賽車學校的一些經歷 所以我們回來都很願意 跟大家去做分享 讓大家能快速的去 學習到這些東西 而不是像我們以前 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具體去累積 可能今天車子壞了 繞了很大的路之後 才 原來這條路才是正確的 幫人家縮短很多的時間 更何況是金錢這樣子 因為賽車確實是非常的燒錢 對 所以我想說 希望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希望我們能力索急 在有限的資源下 也是盡量能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